每日神话 神做工没有规条 也不受时间地理的限制 任何时间 任何地点 都能发表他的所事 他做工都是随便做 人做工是有条件 有背景的 否则他就做不了工 也不能发表出 对神的认识 或对真理的经历来 是神自己的做工 还是人的做工 只要对照你就知道 人与神做工的区别了 若没有神自己做工 只有人的做工 你就只知道 人讲得高 谁也达不到 说话的语气 处理式的原则 做工老练稳重 谁也达不到 对这些素质好 知识高的人 你们都佩服 而在神的做工 说话中 你看不见 他有多高的人性 而是普普通通 做工时 既正常又实际 但凡人又不可估量 从而使人产生了一种 敬畏的心 在人的做工里面 或许人的经历特别高 人的想象推理特别高 而且人性特别好 这只能达到 让人佩服 但并不是敬畏与恐惧 人都佩服那些 有做工能力 而且经历特别深 可实行真理的人 但无论如何 不能达到敬畏 只是佩服羡慕 而经历神做工的人 对神不是佩服 乃是感觉 他做的工 是人达不到 也是人没法测度的 感觉新鲜 又感觉奇妙 人经历神的做工 对他的第一认识 就是深不可测 智慧又奇妙 而且使人不自觉地 对他产生了敬畏 人感觉到 他所做的工作奥秘 不是人的思维 能达到的 人只希望 能达到他的要求 满足他的心意 并不希望 能够超越他 因他做的工作 超出了人的思维 人的想象 他做的工作 不是人能代替得了的 就连人自己 都不知自己的缺少 而他却另外开辟心路 来在人中间 将人带入了一个 更新更美的天地中 人类才有了新的进展 有了更新的开端 人对神所产生的 不是佩服 也可以说 不只是佩服 最深的体会 是敬畏 也是爱 感觉到 神确实奇妙 他做的工作 人做不到 他所说的话 人说不出来 经历神做工的人 总有一种 莫名其妙的感觉 经历够深的人 能认识神的爱 能感觉到神的可爱 神做的工作 太智慧 太奇妙 由此在人中间 产生了一股 无穷的力量 并非是惧怕 也并非是偶尔的爱戴 而是深感 神对人的怜悯 与宽容 但经历他刑罚审判的人 又感觉他的威严 不可触犯 经历了他多少做工的人 对他也测不透 凡是真实敬畏他的人 都知道 他的做工 并不符合人的观念 都是反击人的观念 他不需要人对他 能达到完全的佩服 或外表的顺服 而是达到 有真实的敬畏 真实的顺服 在这么多做工中 因为他的所事 他的性情并非是与受造之物相同的 是高于受造之物的 神是自有拥有的 并非受造之物 只有神是配让人敬畏 让人顺服的 人是没有资格的 所以 凡经历过他做工 而且对他有真实认识的人 所产生的都是敬畏之心 而那些对他不放下观念的 也就是根本没把他当作神的人 根本就没有丝毫敬畏他的心 虽然跟随 但未被征服 这样的人 都是生性悖逆的人 他如此的做工 所要达到的果效 就是让受造之物 都能有敬畏造物主的心 都能敬拜他 无条件地归服在他的权下 这是所有做工 要达到的最终果效 若是经历过这些做工的人 却没有丝毫敬畏神的心 以往的悖逆 没有丝毫的变化 那这些人 就定归是被淘汰的人了 人对神的态度 若只是佩服 或仅是敬而远之 没有丝毫的爱 这就是 没有爱神的心的人 所达到的 这样的人 缺乏被成全的条件 这么多的做工 不能获得人真实的爱 这也就是 人并没有得着神的表现 也就是 人并没有真实 追求真理的心的表现 不爱神的人 就不喜爱真理 也就得不着神 更得不着神的称许 这样的人 无论如何经历 圣灵的做工 无论如何经历审判 也不能有敬畏神的心 这是本性难移 而且是性情极端恶劣的人 凡是没有敬畏神之心的人 都是被淘汰的对象 都是受惩罚的对象 而且是与那些作恶的人 一样的惩罚 甚至所受之苦 超过那些 行不义之人 所受的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